這雙十的連續假期 第一天已經過完了 但是在今天白天 大家出去遊玩就會發現到 這中部以北雲亮多還下著雨 到了中部以南 天氣輕了 不過南北的天氣狀況 還真的不一樣 我們就來看什麼 看兩個 一個看雨量 第二個看高溫了 先注意到這張雨量圖 你就可以發現到 整個降雨的狀況 主要就是在那苗栗以北地區 尤其台北的 包含了新北的細紙 山區部分153毫米 另外一個就是在北海岸的萬里 226毫米 雨量的部分 最主要今天白天的時候 早上封面通過的關係 但是封面一過 東北風吹下來 南北的溫度差距也就不同了 先看到整個東半部地區 在這北部地區中午23 花蓮的是在29 到了台東地區31.7 可是在西半部地區 北部23度 到了中部地區30.6 到了南部地區31.6 明天南來北往還是要注意 溫差部分會偏大 但是江雨的狀況來說 要減少了 我們就來看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封面帶通過了 但是在大陸的江南 到華南地區的雲帶 也逐漸的東移 使得今天的台灣上空 中部以北 雲量多 伴隨著江雨狀況 在中部以北也都會有發生 明天的雨要減少了 而到了後天 乾燥空氣下來變得更涼 但是要提醒您注意的就是 晚上溫度會掉到21度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要特別注意是早晚涼 穿著方面記得要背著外套 但是往北走的朋友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請我去天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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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去天空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